LG洗衣机每天要上传3.6G的数据 1月9日国外一名网友晒出了一张图 引发了1700多万次的围观 这是一张路由器后台的截图 LG洗衣机当天上传了3.66G的数据 这个数据量是十分惊人的 因为数据一般都是文本格式 比方说200万汉字的文本文档 大约占4.3兆的空间 厂家收集数据可以理解 但这么大量的数据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算录制24小时的音频 3.66G也足够了 于是网友们帮助分析原因 我选出了三种比较靠谱的和大家分享 第一种洗衣机的bug 可能洗衣机自身的固件出了问题 导致它不停的上传数据 如果是不停下载还好理解一些 可能洗衣机升机固件时出了问题 导致它不停的下载删除下载删除 然而这台洗衣机是在上传数据 洗衣机要想生成这么大量的数据很难 难道它在录音或者录视频吗 但洗衣机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啊 第二种用于挖掘数字币 大家都听说过比特币挖矿 在早期参与人少的时候 我们家用电脑都可以挖到 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要想挖到币就得使用高性能的电脑 到现在只有使用专业的矿机才能挖到 所以靠洗衣机那点算力挖比特币是不可能的 挖冷门币倒有那么一点可能 第三种用于DDoS攻击 黑客手里拥有大量的肉机 肉机也就是被黑客控制的傀儡 这些肉机可用于攻击服务器 或者任何连接网络的设备 然后黑客向被攻击方勒索 不给钱就会持续攻击 相当于收保护费 而且对攻击方电脑的配置要求不高 后来这名网友就在路由器后台 屏蔽了洗衣机的Mac地址 这样洗衣机就无法联网了 从图上可以看到 屏蔽之后流量使用情况就变成了0 他还在路由器中查询到 这种情况是从1月4日开始的 直到1月10日屏蔽后才变得正常 这名网友也给IOG发了邮件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回复 很多网友都说不明白 为什么将洗衣机连接WiFi 细想一下确实是这样 我也认为洗衣机连接WiFi没多大用处 因为你洗完了就会晾晒或者烘干 用手机查看洗衣机的状态 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吧 不像别的产品 比如猫咪自动投喂器 当你把梁装好后 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可以出梁 还可以设置喂食计划 就算主人不在家也可以自动投喂 手机上也能查询到余粮的状态 非常的方便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